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個人的感觸良多 為什麼 這家公司是很少數的 我從掛牌第一天 對不對 一路的跟大家推薦到 它變千金股的 有人說你之前有推薦過 這個6669微影 對不對 的確沒有錯 我記得掛牌的時候 兩三百塊 但是我們沒有撐那麼久 對不對 而且它花太久時間了 但是今天的6781AES 登上了千元 等一下跟大家秀一下 我們當初怎麼告訴你的 甚至呢 當然今天 我有一個會員 他給我看 哇 他真的爆到現在了 有時候就這樣子嘛 對不對 你到一檔股票 真的趨勢向上的時候 你是爆得越久領的越多 但是如果這檔股票 它是趨勢向下 你爆得越久 你輸得越慘 對不對 真的會爆得越久 輸得越慘 包括我們看到 我昨天告訴你的 開放持股診斷 對不對 投資朋友 我覺得我高估自己了 結果呢 等下跟大家講 到今天中午為止 一共只有30位 一共只有30位 我真的希望啊對不對 看我節目的 你怎麼可能會中那些股票 我請問你 很多一定都是我的觀眾朋友 去找他的朋友 你們中什麼股票 趕快找這個機會 來問會計師 我幫你看出支撐跟壓力 但是我也跟大家講過 如果你要進一步 能夠解套賺錢 我最大最簡單建議是 來跟著我操作 因為我看得到趨勢 很多人只看得到當天的強弱嘛 好不好 這等一下要跟他報告 對不對 剛剛講的嘛 對不對 我受到副總裁的感召 對不對 他說你不要只是光說不練 每天在工工 每天在 他講北京話 他不會講台語 對不對 每天在跟人家講 要救航運救面板 你有沒有這麼做 投資朋友 我告訴你 對不對 我真的這麼做了 而且 我在今天 我看到那些持股啊 老實說我是滿難過 雖然說不是 不是因為不到一百個很難過 不是 對不對 我看到那些持股啊 我就想到 韓總的這句話 叫莫忘世上苦人多 不要以為每個人都大賺錢 不要以為每個人都AES 對不對 不要以為每個人都建設 更不要以為每一個人都建設第二 投資朋友 你不要搞錯了 很多人是怎麼樣 套到停損套到斷頭 什麼都有你知道嗎 投資朋友 我給大家看一下 隨便給你看一下好不好 我們把名字遮起來了 對不對 投資朋友 這位投資朋友有什麼 有萬海 有友達 有華興科 對不對 這位投資朋友 有長榮跟聯電 還好張數很少 還有張數很少 對不對 張數多了就不好意思貼了 對不對 這位投資朋友 有萬海 長榮跟陽明 表示他也想當航海網嘛 投資朋友 我說真的 再給大家看一次 我們韓總的英資啊 莫忘世上 苦人多啊 投資朋友 所以我跟大家講嘛 對不對 今天受到副總裁的感召 我後來發現到 我真的錯了 他每天只提供三個名額 我一次提供100個 難怪沒有那麼多人 看我的節目的人不多嘛 不過沒有關係 我說到做到好不好 到這100個額滿之前 我都陸續提供 你今天看到節目才想到要給我診斷的 尤其你手上是航運股 面板股 DDI 聯電的 對不對 儘量來 但是每一個人五檔為限 超過五檔 超過五檔 你自己看啦 好不好 對不對 超過五檔自己看 說真的看到這些股票 啊 真的很難過 尤其當今天你又看到了什麼 投資朋友 千金股的誕生 先給大家看一下 投資朋友 這時間其實也沒有多久之前 這是今年的3月份啊 對不對 這是今年的3月26日頂尖對談 事實上3月25日的 對不對 股市現場 我也跟大家講了嘛 有一家新公司掛牌 他叫AESKY 3月23日 上市飆漲 一張賺30萬 我說你如果 敢報很久了 這檔股票 應該就會是千金股 請你有機會的 回去回憶一下 麻煩點開3月26日頂尖對談 看我講了什麼 不只我講喔 投資朋友 老江也這樣跟你講喔 對不對 都跟你講過這檔股票 非常的厲害 對不對 非常的厲害 他的客戶巨大 美利達 亞馬遜跟韋轉 哇 自行車業的兩大龍頭 對不對 雲端產業的兩大龍頭 全部都是他的客戶 主力產品叫什麼 LEV跟BBU 沒有錯吧 投資朋友 對不對 我也跟大家講過了 他一定會跟蓄準比價 結果你看到蓄準多厲害 蓄準最近股價漲翻了 當然我真的看不懂他在漲什麼 他已經漲到快2000了 先前最高是不是17多了 我看不懂他漲什麼 我看過對不對 但是我看得懂什麼 我看得懂業績啊 蓄準上半年11.96 對不對 AES上半年16元 這我看得懂 好不好 這我看得懂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AES KY 毛利率36.05 蓄準應該是更高 不然怎麼會股價那麼高 喔不會 蓄準的股價 蓄準是26.67 所以為什麼那麼高 我不知道 蓄準好不好 我們研究 蓄準做UPS的 對不對 做這個UPS的 不太一樣 不是很一樣 好不好 不是很一樣 所以這也不好比較 但是說到做到了 千金股誕生了 對不對 千金股誕生了 其實也不過就是在上個月的時間 我還跟大家講洪準 反假跟AES 大家記不記得 對不對 股市現場 幾月幾日 9月23日 今天還沒10月23日 投資朋友 上半年16塊 上半年16塊 LEV跟BBU銷售網 有看到沒有 對不對 所以最近 我說我們準備再去搭一下MIH 除了我先前跟你介紹過好幾次的大同之外 對不對 還有紅準啊 還有紅準啊 投資朋友 鏡子84.5嘛 真正紅海造車 難道會露了紅準嗎 他真的有辦法做車子 車殼的人耶 你不要忘記了 好不好 你不要忘記了 對不對 剛給大家看嘛 AES KY 最後是怎麼樣 最後收盤1010幾塊 對不對 這是AES 好不好 這是AES 然後呢 這是會員 今天 對不對 轉給我看 他買在444.84 看起來是很不吉利沒有錯 對不對 看起來很不吉利 因為那天我記得沒錯是第五天嘛 有沒有通知買進啊 對不對 報到今天限值是190 那一天 這個時候應該不到1000啦 對不對 報到今天限值多少 199萬 199萬元 對不對 一張100萬嘛 輕而易舉啊 輕輕鬆鬆 賺大錢 沒多少啦 兩張賺多少 賺200萬而已 沒多少 對不對 這沒有多少嘛 成本就是88萬嘛 兩張嘛 對不對 這不難 對不對 這不難 還有什麼 投資朋友 今天還有一檔股票 我說真的 公開報 公開告訴你都不見得想買 對不對 元泰啊 元泰不是嚇到名義茂嗎 昨天還有人跟你講元泰嗎 沒有啦 就只有我 為什麼我要跟你講元泰 這是我在前天告訴你的 我本來設定好73到74 有到喔 結果咧 還給我多疊了10塊錢 昨天請大家看清楚 投資朋友 元泰昨天我是不是跟大家講 他又回來73到74 昨天又摔得名義茂茂 沒有錯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長雄給73.9 你再買不到我沒辦法 但是你不敢買啊 但是你不敢買嘛 給他看嘛 好不好 元泰不但回到73到74 還多疊了10元 讓你很有機會布局 結果你們還是在那邊死爆火爆航運 你剛才看得到啊 這些苦人們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你愛什麼 你愛什麼長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你愛什麼長 那你怎麼知道的事情 元泰8月份 董事啊 其實不是董事 是董事長的 董事長的太太 加上未成年子女 8月份加碼50張 我說應該比73到74 那個時候的價格啊 對不對 比10月8日價格高不少 你看10月8日在哪裡 對不對 差不多嘛 7374嘛 10月8日高不少 結果咧 最新數字又出來了 投資朋友 最新數字 有沒有看清楚 對不對 最新數字 董事長這個投資公司本人 加碼90張 然後你再看往下看 投資朋友 董娘 董事長 董事長之法人代表人之配偶 對不對 即未成年子女 對不對 加碼幾張 120張 有看到沒有 120張 那很簡單嘛 這是上個月的資料 我再給大家看一下 請問大家 你9月份去加碼120張 是不是理論上啊 都在今天這個價格 不是差不多就是之上嘛 對不對 不管8月9月 你現在買 很可能都比他便宜 對不對 如果你設價是7374的話 應該比他便宜機會很高 連老闆都在加碼了 你在擔心什麼 我請問你 你很擔心嗎 你擔心什麼嘛 對不對 因為他是一個未來的趨勢嘛 你說他不是也面板 投資朋友 沒有 友達群創那才叫面板 友達群創今天也有反彈啊 有啊 不是沒有嗎 投資朋友 但是我建議投資朋友 真的請你 記得 好不好 彈完要走啊 不要說我沒跟你講啊 彈完要走啊 對不對 對不對 大家不要忘記了 大家不要忘記了 彭雙浪是什麼人 彭雙浪是什麼人 彭雙浪是超級老實術 今天新聞是什麼 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不好 今天新聞是什麼 我給大家看一下 對不對 讓你看一下喔 為什麼按不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今天寫什麼 這如果是別人講的 我聽聽就好了 偷偷好 請你把今天記起來 今天是 今天是那個10月15日 好不好 我李冠青嘛 要認識吧 對不對 今天10月15日 喔 反正廣告跳一堆 這是彭雙浪講的喔 不是我李某人講的喔 投資朋友 請你不要忘記了 他是老實術喔 投資朋友 他不會把你練小圍喔 他不像我一樣 對不對 都在練小圍 他不會把你練小圍喔 投資朋友 看清楚一點 今年傳統面板淡季已提前報導 是導致面板價格快速回檔主要原因 電視面板受景氣下滑影響價格出現調整 近期客戶也修正相關訂單 看清楚每一個字都是中文 如果寫英文 喔什麼Panel 什麼什麼什麼 TVPanel 我看不到 我贏了一次 這每一個字都是中文 而且這是彭雙浪講的 投資朋友 記起來喔 今天幾日 10月15日 我們一個月後回來看看股價會不會更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好不好 今天反彈耶 你很開心對不對 但是我告訴你 我看到我覺得 我心裡發毛 你知道嗎 毛毛的 哎唷 毛毛的 毛毛的 哎唷 好不好 請把它記起來 好不好 有答嗎 跟AES不一樣的 好不好 跟大家講過了嘛 對不對 跟紅准是不一樣的 好不好 其實我訊息給你看都沒關係啊 今天第一通科訊 我告訴你 新會員去加碼嘛 對不對 加碼紅准嘛 對不對 還有我們的建設第二加油 我希望今天供漲停 結果沒有漲停 但是他今天創下了什麼 他創下了10月份以來新高 對不對 第二個 我建議我的會員手上沒有 南電跟景碩的 今天去買星星 給我去買125到126 投資朋友收盤多少錢 126元 不要跟我說買不到 好不好 不要跟我說買不到 收盤126啦 一定買得到的啦 說快意思我就 給你掛126 126 投資朋友 639張其中那一張是你的 那就算了嘛 好不好 你要這樣掛 我也沒有意見 我也沒有意見 好不好 上面這東西 你自己看就好了 我沒有時間 一個字一個字唸給你聽 對不對 沒有錯啦 有人跟我說快意思 利空很多 昨天還發生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該不該講出來 不過講出來就算了 今天我兩檔股票 投信很愛買的股票今天漲停板 昨天我們盤中 我們朋友在那邊問 說哪個券商有這兩檔股票空單 對不對 一檔叫做3035的智原 一檔叫3707的漢壘 因為我朋友跟我說他是長空 我說真的 我聽完就覺得 你們這些人在想什麼啊 昨天誰跟你解盤漢壘 我跟你解盤啊 單月0.06 我說那又怎麼樣 東西都還沒出來之前 都可以想像你知道嗎 所以你不要說你看不懂 我們就以為別人看不懂嘛 第一個是漢壘 第二個是什麼 智原啊 我們來回做那麼多次了 投資朋友 對不對 沒有錯 大家理由很簡單 第3季不好 我也知道 中國大陸停滯性通膨 叫智漲 對不對 智障 也是沒有錯 美國年增率PPI 十年來之最都對 沒有人說你錯 投資朋友 沒有人說你是錯的 對不對 因為食物跟能源價格攀升 都沒有人說你是錯的 投資朋友 但是呢 對不對 我們護國三就厲害嘛 就厲害啊 沒有錯吧 不但這一季的毛利率 對不對 不錯 甚至先告訴你 明年接下來的毛利率呢 台灣都有辦法 維持到50%以上 然後呢 投資朋友 請你看清楚 重點是什麼 5G跟HPC 5G跟HPC 就我這一段告訴你的 我今天沒時間跟你講完 繼續看就好 5GHPC 為什麼跟欣欣有很 是最大關係的 對不對 投資朋友 南電嘛 我講了很多遍了吧 100元的時候 跟你講說怎麼樣 一定要買景碩 大家記不記得 今年5月份 都記得了嘛 對不對 現在在幫你把欣欣 順便一起拉進來嘛 你這個點 叫我去買200元的景碩 我真的買不下手 叫我去買400元的南電 我也買不下手啦 我們就抱著 好不好 把它抱著 隨時準備出掉就好了 好不好 隨時準備出掉就好了 記得要獲利了結 為什麼會選星星 我怎麼告訴大家的 因為星星這一波段 裡面有回檔28% 它是回檔最深的一檔 景碩幾乎沒有回檔啦 你自己去看 讀書朋友你去看 我們用這樣目測就知道了嘛 景碩有沒有回檔 景碩哪有回檔啊 那8046的南電呢 有回檔沒有錯 但是它股價真的很高 對不對 所以呢 我怎樣 選擇 我選擇星星來操作 好不好 我選擇星星來操作 這也OK吧 對不對 投資朋友 昨天有好消息嘛 台積電3奈米 去明年下半年如期量產 對不對 打臉外資 打臉小磨 好不好 這給大家看就好了 投資朋友 還有到複製設廠 他說 現在沒有列在明年的300億支出裡面 300億美金資本支出 還沒有列在裡面 對不對 然後呢 日本政府要出很多錢 為什麼 因為地緣政治的關係嘛 現在大家擔心 中國萬一對台灣怎麼樣了 日本會拿不到晶片 現在全世界都擔心拿不到晶片 對不對 大家都很擔心 沒有錯 不過在日本主要是做什麼 今天特別剪出來告訴你 做22跟28奈米 大家在猜是不是跟Sony合作 那他也沒有講真的講假的 對不對 他就這樣跟你講嘛 對不對 然後日本廠投資額度 他說你不用擔心 對不對 毛利率還是OK的 OK的 好不好 甚至包括這個 這也是在前面跟你講的嘛 這10月13日吧 這9月28日嗎 這10月13日啦 對不對 這10月13日吧 為什麼他們 日期是錯的 日期是錯的 日期沒有改 今天日期也沒有改 麻煩幫我改一下 今天不是9月28日 這下面日期是錯的 這是10月13日的這個節目 10月13日的節目 投信重倉位的個股 跌翻天了 對不對 我也跟大家講 會不會是想不止最後補跌 我覺得 我大時候覺得不容易判斷 但是我告訴你 有些未來發展不錯的公司 對不對 跌下來的時候 要趕快買啊 其中我 有一直在鎖定 準備買還沒有出鎖 就是漢磊 就其中一檔嘛 好不好 然後我也告訴大家 對不對 買進紅準 是為了下週 紅海科技日大拜拜 讓沒搭上 大同車子的朋友 能夠共襄盛舉 我朋友 有人跟我抱怨啊 說我 大堂的我車沒車沒車到 當初跟你講了那麼久了 對不對 你只能抱怨自己 誰叫你不是我的會員 當然啦 我跟大家講啊 對不對 我們講什麼股票你不敢買 這很正常 對不對 你看那 廣告買那麼大的分析師 一直告訴你航運有多好 航運有多好 對不對 結果你買了就死了嘛 你怎麼會敢去買這種 看起來這麼不起眼的大同呢 投資朋友 你當然不敢 那沒有關係 我告訴你 還有紅準可以買 剛剛跟你講到了嘛 紅準的禁止有84元啊 就是說公司如果倒了 你把公司拆一拆 破銅爛鐵拿去賣掉 還有84塊可以賺啊 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吧 好不好 下禮拜 有MIH的大派拜碼 大家記不記得 當初我們去撈MIH 我叫會員加碼14元的 這個群創 14元吧 群創那一段漲多少 17啊17啊 漲到30幾塊嘛 對不對 那這一次我告訴你 沒有錯 我也知道廣語 我也知道乙勝 對不對 投資朋友問我說 蕭醫師那 MIH你為什麼不去壓寶 壓寶塑和 我說你去壓就好啦 我沒什麼興趣好不好 我沒什麼興趣 對不對 我選最安全的股票 我在昨天跟大家講了嘛 其實這一篇報導 是在講蓬城 不是在講大銅 這是你直接一看到 現在啊 我請問你 你看到如明光 你是想到蓬城還想到大銅 我是想到大銅嘛 對不對 我就想到大銅嘛 好不好 昨天跟你講的 這昨天跟你報告的吧 不是前天吧 對不對 我就想到大銅啊 沒有錯吧 投資朋友 大銅的嘛 你不要一直以為人家做電鍋 好不好 那是你的錯 不是我的錯 對不對 投資朋友大銅 今天創下新高 今天創下收盤新高了 對不對 沒有關係 我說真的沒有關係 沒有跟上大銅的 你還有紅準可以跟 淨值84.5元 好不好 淨值84.5元 總比你買這種股票 我說真的啦 我很多人問我這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問我可塵 我說真的 我真的不懂耶 買可塵是要幹嘛 能減值還怎麼樣 對不對 買可塵是要幹嘛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這種問題 說真的 我無法幫你回答 好不好 最後還是跟投資朋友強調 我們所做的股票 長線波端趨勢的嘛 對不對 那一樣的 我說到做到 我們開放持股診斷 尤其你有航運 有面板有聯電的 對不對 有DDI的都可以 反正一個人就是無黨違憲 韓總說的啦 對不對 莫忘世上苦人多 好不好 剩70個名額 我說到做到 我發現到我真的 有時候應該搞清楚 原來副總裁 一天只看三個名額 我這樣今天看30個 我很辛苦 你知道嗎 對不對 有中午之後 才送進來的 我還來不及看耶 還剩70個名額 好不好 趕快把握機會 當然我說真的 最好的方式 進來跟我們操作嘛 對不對 長線 輕輕鬆鬆 投資朋友 建策 建策第二 對不對 不是非常非常的輕鬆嗎 甚至你可以看到 這一次我說真的 我最大感慨 AES 我從掛牌照顧到現在 他長大成人了 對不對 他從小樹變成大樹 你不要以為有這麼 隨便照顧一檔五票這麼簡單耶 我跟大家講過嘛 我遇到投資朋友說買什麼 買什麼這個什麼 不是 我忘記了 買那個什麼什麼 什麼德克式 還是什麼德克式炸雞 還是什麼義德式的 連賣都賣不掉 不是這一檔 不是這一檔 連賣都賣不掉 對不對 忘記了 不知道了 這種多得很 對不對 所以我希望投資朋友 如果你認同我的做法 對不對 利用這個機會 當然 你總是有套牢持股的 我幫你免費持股診斷 最後70個名額 提供你支撐跟壓力 再多的沒辦法提供給你 我總是幫你帶你解套再說 這我做不到啦 好不好 這個已經是我從業 近年應該說近10年來 第一次開放持股診斷了 好不好 第一次 第一次 對不對 每人五檔 最後70個名額 好不好 那你如果來參加我們會員 我再提供你真正的一些解套方法 說真的解套方法 說白了 沒什麼好講的 對不對 就是怎麼樣 找真的趨勢的股票 類似像建策 對不對 建策第二 等等等啊 像南電這種股票 你隨便撈一下 像AES這種股票 你隨便拚個一檔 你就回本了 錢都賺得回來的 好不好 希望投資朋友 趕快把這個機會 跟我們一起操作 祝大家操作順利 MING PAO CANADA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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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